好了我们现在政府要开放美猪进口了 之前还提出说有百亿基金要协助国内的养猪业升级 不过就有中总反应了 这百亿基金设下的申请门槛其实还蛮高的 像是你养猪的头数必须要1000头以上 或有牧场登记证才行 那小规模的养猪会怎么办呢 但是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 这百亿基金门槛过高是完全没有这回事 如果有的话会再进行讨论 明年初要进口美猪政府提出百亿基金 要协助国内养猪业升级 目前基金规模已经增加到130亿元 根据中央出产会109年5月底的调查 国内养猪场数有6609场 养猪场数最多的县市在屏东县有1569场 穿出了猪农忧心这块大饼 小规模的养猪户恐怕吃不到 虽然政府端出百亿基金 但却传出申请门槛高 像是养猪头数必须要1000头以上 或是有牧场分计证才行 但农委会强调没这回事 完全没这回事 如果委员有这些案例 我们私下我们很乐意去胡导 我要再次强调 只要是合法的畜牧场 养猪场都符合 那这个部分我们到时候有个案的话 请农委会来协助好不好 最好是说 你可以辅导说 这些地方要出口什么国家 出口什么国家 高雄市养猪协会理事长认为 博助有限迟早会用完 真正重要的是 希望政府确保国产猪的未来销路 才能让猪农能永续经营 华氏新闻组的报道